我從來沒有家暴 加拿大、台灣完全沒有兼具我有家暴 有兼具我沒有家暴 有兼具他們在騙 他們要台灣人都說 我對他是一個不好的人 不要讓他看到他的家人 因為他很不好 我不是 我是一個好爸爸 我也沒有對他怎樣 可不可以到發院去 可不可以發院去 可不可以處理這個東西 我想看到我的家人 我很不開心 我每次看到說黃家謙不講話 經紀人或是律師都說黃家謙 或是媒體裡面都說黃家謙不講話 其實這個金舟看的報告 是誰要講出來的 這些是充告嗎 accusation怎麼說 accusation 直告 無告 應該他只是一個報告 就是他裡面的accusation 就是他的無告 其實都是黃家謙發明的 全部都是他 所以 不是金舟看突然決定說 噢他們要攻擊我 說噢他們有兼具什麼 沒有 這個就是黃家謙在講話的 這個 呃 朗吉雲 他也張一大堆東西 是朗吉雲有在嗎 他今天有講說 我用我的手來裝黃家謙的送部那邊了 就沒有人會看到他的傷 那個朗吉雲有在嗎 他有看到這個東西嗎 或是黃家謙有跟他講這個 所以他跟你們講的 我受不了 每個人都講說我老婆都沒有在講話 他一直在講話 然後他為什麼現在又要講話 是因為他要大家覺得我是會做這個事情 我是會家暴的 我從來沒有家暴 加拿大台灣完全沒有兼具我有家暴 有兼具我沒有家暴 有兼具他們在騙 這個Vicky Tong 這個Tong小姐 我會搞他 我一定會搞他了 因為他其實我們有兼具 他也是有騙台灣的發言 有騙加拿大的發言 他有說我在台灣 他有跟加拿大的警察說 我在台灣有criminal record 我從來沒有 我受不了 我就是覺得他們可以一直這樣子做 然後我是看不到我的家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 他們要台灣人都說 我對他是一個不好的人 不要讓他看到他的家人 因為他很不好 我不是 我是一個好爸爸 我也沒有追他怎樣 我其實我的房子 我的那個 我在大陸工作很多 然後我錢都送回來 我那個貸款在我們南港最高的 最大的高國安的房子 都是我付的 然後他 他讓我簽那些東西的時候 他說是那個貸款的paper 我都沒有知道裡面有一個東西說 這個房子之後是他的名下 我不會 我會跟他說這是我們的房子 為什麼要放在你的名下 我不知道 他讓我偷偷的去簽這個東西 好 我不應該講太多了 我就是覺得 就是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我就是想要看到家人 然後一直說他們要法院 法院弄了到法院去 可不可以到法院去 可不可以法院去 可不可以處理這個東西 我想看到我的家人 好 對不起 他其實不是我們的鄰居 他還沒有住在我們路上 他是一個住在 文革華要開車可能20分鐘 到他家的地方 所以我老婆沒有 突然看到他在路邊 他是騙的 他是打給他 過去那邊了 我女兒那是11點 12點 中午的時候 我小孩子在學校 你覺得我又說我要殺他 我又追他生命危險 你是個媽媽 你會做什麼 你會馬上到學校 把小孩子拉回家 對不對 他有這樣子做 沒有 他任我去解小孩子 第二天警察來聽到故事說 我馬上去接小孩子 他說不用啊 小孩子跟爸爸在一起是安全的 這個是在加拿大的警察的report裡面 他現在不給我看小孩 為什麼 哦 因為我危險 可是那時候警察要來抓我的時候 他說不用了 他為什麼說不用了 是因為他知道 我在賣聖誕節禮物 我在賣他的吃飯的 我在帶小孩子去外玩 然後party要開始的時候 他讓警察那時候進來 把我拿走 在小孩子的面前 誰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給他們的小孩子看 他爸爸被拿走 在小孩子的面前 加拿大的部分是結束了 加拿大的那邊的 他們不夠的evidence 因為沒有 他們就有evidence說 其實他右邊了 其實明顯就可以看到警察的report 跟醫院的report 這邊有這樣子的 其實你可以就是一個這樣子的在那邊了 然後另外一邊沒有照片 可是他們說是在這邊的有一個痕跡的 是我沒有看到的中間 他從這邊跑到這邊 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你自己掛臉了 好 我不說是他掛臉 他可能別人幫他掛臉 可是不是我做的 因為我離開他的時候 他沒有什麼事 因為我從來沒有打他 在加拿大 如果你是個男生 你弄一個女生 你一定會被抓走的 不管他有沒有會去台灣 加拿大如果有間去 他們一定會把這個男生去坐牢的 加拿大現在很嚴 所以其實就是根本沒有 還有他跟女兒說 你看我的波子 他會去家裡的時候 他跟女兒說 你看我的波子 加拿大的醫院說 說波子沒事 加拿大的警察的那個 報告也說波子沒事 他也從來跟他們說 我有做什麼 對他的波子 他就掌到一個枕頭的東西 為什麼掌到枕頭 因為不會有mark 他什麼裝飾 都不會有mark 因為他從來沒有傷 因為我從來沒有做他任何家暴 這是被刺激的 是因為我要把小孩子帶回去加拿大 因為在台灣他一直帶他去做活動 做活動 我們有說過 我們小孩子已經去大陸 做爸爸去哪兒 我們對那個影響會太大了 在他住的地方 不要讓他一直做活動 或是做什麼的 然後一直帶他跑來跑去做活動 做活動 我跟他說 我們不是說不要這樣子做嗎 然後他的那個經紀人 月美 就一直去幫他結Case 上節目 做那個 都是要跟 他們說 我們要女兒來做一個 洗髮精的廣告 我說不用了 我賺那麼多錢在那邊 不用結這個 他就是要去結 可是要怎麼 要把媽媽跟女兒放在一起 當天 吵架是11點 差不多 12點 他離開家裡去朋友家 三點半我去學校 接小孩子回家 我一直說 如果他覺得我有 我對他生命危險 我威脅他 我這麼糟糕的 他應該會去結小孩子吧 他跟他朋友應該會把小孩子拿出來 不會讓我去結小孩子 你不會讓一個 神經病去結小孩子 所以 我有去結小孩子 然後他一直跟我在一起 到 第二天的 我女兒的生日的那個晚上 七點 七點半 他請警察來家裡來抓我在我女兒的面前 我今天說